吃饱就想大便可能是患病警号 有医生指 吃饱就想如厕的情况 令不少人怀疑自己肠胃初问 医生解释 出现此情况主要有四大成因 若伴随七种状 建议尽早求医 重症科医生黄轩在其发文指 被问吃饱就想大便 是否与消化道 肠道或大肠 有关 黄医生指 人类进食后大约12小时会排便 每早上起床后排便是最佳时间 然而 有些人一吃完饭就想排便 这通常与以下四个因素有关 重症科黄轩医生指出 如果吃饱后想大便的同时 一伴随其他七种症状 应及时就医 以排除其他潜在的疾病或问题 黄轩医生指 若想改善吃饱就想大便的情况 建议可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黄轩医生补充指 若不是因为疾病而引致吃饱就想大便的情况 一般都可以透过生活调整改善 但一旦发现了各种异常的症状 就要多加留意 尽早求医内容或授权转转载台大营养教育传播 讲师红 雄在其发文指出 吃饱就昏昏欲睡 通常是以下三食物吃太多所致 原因如下 大肠直肠外科医生 微幼在其发文指 当排除浮沉分变时 可进行以三大步骤 以自测是否健康状况出现问题 其中一行 如果同时出现四大症状 应及时求医 大肠直肠 科医生辰微幼在其发文指 如果大便轻微粘在 筒伤多冲水几次 或用刷子使能轻易清除的大污渍的话 可用以从饮食入手改善 他建议如下 养师膏敏敏曾在其发文指 若已经进食很多膏 维殊果 但仍未能解决便秘问题 可能是以下四大 因饮制 生鼠教育防便秘五大方法 包括饮食及西方面 星岛头条APP 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 浏览更精彩内容 可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